好 去播放的觀眾 今天所在位置就是屏東的東港 那麼可以看到的現場 其實是從午後就不斷的在降下大雨 而這個雨勢是時強時弱 那麼就在剛才 其實短短三個小時之內 屏東已經累積了200毫米的雨量 所以在東港的中正路跟光復路這邊 其實剛剛也是一度有傳出淹水的災情 不過因為現在雨勢稍微轉弱了 所以這個地上的積水其實已經稍微消退 不過你可以看到就在這個大牌 它這個水位其實是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這個雨是等一下又再轉強的話 其實這個水量其實很有可能就會淹上來 而現在目前這個附近的店家 他們也是緊急做好了準備要打烊 甚至要來防止這個淹水進入的準備動作 而你可以看到因為這個颱風來襲的緣故 所以其實在屏東 他們今天晚上都是停班停課的 而目前也有許多的民眾 還有機車騎士 他們現在都是把握時間 要趕在這個風雨轉強之前 趕快回到家中去避難 那麼現在也要提醒民眾 因為這個泥沙颱風即將要登台了 所以隨著時間越晚這個風雨 也會逐漸的轉強 所以呼籲民眾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的話 盡量是要待在室內 避免外出一次安全 以上是我們希望掌握到的新情形 這樣寫著環篷捏